好 直播 後面中可以看到 大清早 天都還沒亮 以前鐵皮屋內不但冒出熊熊火光 瞬間照亮夜空 不只屋內冒出紅色火光 甚至燦出濃濃灰煙 讓整條街煙霧瀰漫 這把火勢越演越烈 再把火爆及各救援 火速抵達現場涉水冠袖 我還沒來做早餐 電子爆尾啦 嘿嘿嘿 你來得多了嗎 那你就很大了啦 就是修車的那個 裡面都沒人了啦 沒人 後面工廠多了 事情發生在今天清晨3點多 為在台中風源的一間輪胎行 不明原因發生火警 由於現場是連動鐵皮屋 加上存放不少液染物 火勢依法不可收拾 一路蔓延到隔壁吊具行 那我們消防人員到場的時候 這個現場的輪胎行 以及吊具行已經全面燃燒 消防局總共出動了7個單位 17部消防車 那目前火勢已經獲得熄滅 那個投場的人員都已經先行逃出 沒有人員受傷受困的情形 消防抵達現場 立刻鋸開鐵門入門搜索 但幸好輪胎行 與吊具行裡的民眾 第一時間都已經驚險逃出 沒人受困受傷 目前出判 現場燃燒面積大概500平方公尺 但詳細其後原因都還有帶底氣 以上是廣播消息主播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燕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